南加州一家成立了30多年的 华人旅行社和东森电视台的合作 推出了中美洲四国体验之游 首发团在今年10月就要出发了 而旅游达人继上一级 萨尔瓦多之旅之后 接下来他要进入巴拿马 还有瓜地马拉 带观众朋友来抢签体验 结合了古文明 还有大自然的深度旅游 洁净的大海上 金鱼快乐细水 不时还喷出水柱大口呼吸 一旁还有红鱼 两翼左右摇摆地游过来 从空中向下看 是一次排开的大阵仗 场面超壮观 这就是巴拿马 一处结合大自然与现代建筑奇迹 大运河的美丽城市 到这里来游玩 旅游达人Anson的第一推荐 就是要体验坐船爬山 我们自己就会上一个小船 进入这个运河 那进入这个运河 我们会过两次的水闸 这个两次的门 一直到中间的大湖 叫Gatun Lake 就是Gatun湖 那个湖就很重要 因为它完全是靠雨水 这个雨水累积在那边 才有足够的水 去操用这个运河 所以大家会有自己的 这种一个经验 看看怎么进入运河 怎么提高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一直到中间的湖 纯朴的小镇街道上 众人把大漠偶人团团围住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声 一起翩翩起舞 巴拿马著名的历史古城 Cascovejo 流传三百多年的西班牙人文风情 为了深入体验这可爱的小镇 旅游达人Ansoni还带团园入住 由修道院改建成的豪华饭店 一连串的高贵设施 内容超乎想象 我们住了一个酒店 叫Casa Santa Domingo 它以前是个修道院 隔壁是个教堂 现在它把它全部改成一个酒店 这个不只是一个酒店 它里面现在也包括六个博物馆 而且也有个巧克力厂 所以大家在里面 可以花几个小时去看 所有的艺术品 然后真正的就感觉 以前的这个教堂是什么样子 里面非常漂亮 而想更进一步 接触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 那就要到瓜地马拉 登上提卡尔的金字塔 仰望整片星空 感受宇宙的五边无际 又或者选在白天 登高远望 俯瞰整片树海 一样是人间奇景 他们盖这些金字塔的时候 永远是两个金字塔 是一对的 那现在呢 因为研究生呢 是希望大家 能真正的可以感觉到 Maya的这些遗迹 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就把一个金字塔装修好 另外一个呢还没有碰 那我们的这个团人呢 就可以爬上第四个金字塔 它是算是一个最高最高的金字塔 你跑到它的那个上面的一个阳台呢 你已经在全部的树的上面 可以从上面往下看呢 四周围全部都是树 而且可以看到三四个 另外一个金字塔也是蛮高的 狭窄的玉石工厂里 瓜地马拉的雕刻师傅 正全神贯注 灵巧地转动手上的玉石 要把中美洲特产的印玉 转变成漂亮的艺术品 而说到出神入化的手工艺 旅游达人Anthony手上 精美的手工编织品 更是一绝 像这种的都是 完全是手工的 那上面的这些花呢 都有意思 有的花呢 就是它这个叫Kazal 就是它的一个国鸟 原来呢是玛雅文化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鸟 就是一个鸟神 下面呢这些呢 是代表玉米 或者是代表 它们觉得是重要的树 保护所有的热带雨林 里面的这个花素 所以呢这些都是手工的 像这样子一条呢 它可以说是花一个月的时间 做出来 那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它也包括很多不同的衣服 也有包括很多这种的 动物的一些形状 这些都是玛雅文化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商标 一连串丰富的行程之后 少不了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中美洲传统甜点 炸芭蕉配甜豆 外脆内软 口感香甜 而其他两款特色菜 更被旅游达人Anthony推荐 是历久不衰的大众美食 Sanko就是什么呢 是它用鸡肉 番薯 芋头 跟一个中美洲的香菜 做成一个就是说一个烧鸡一样的 在饭上吃的一个炖饭 很好吃 那在花里玛娃呢 它有个菜叫 boio de pépián 是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用鸡肉 但是呢它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它用三种辣椒 然后呢用南瓜籽去烧了以后呢 跟这个三个辣椒 就炖成像个汤 然后在鸡肉在里面烧 所以它就算像一个红色的 但是不太辣 是甜甜辣辣的一个鸡汤 那个也是很特别 强调包含十一住行 全面探索中美洲四国 有拉丁假期和东森电视合作的 中美洲四国十二日体验游 十月二十日就要出发 报名优惠六月底截止 全包价每人三千五百九十八 加税金四百九十八 独家行程名额有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东森新闻用至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